陳清全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全國的莊哥護理師及護理同仁們 本席提出的護理人員法第24條條文修正案 今天爭取朝委立委的共識下三讀完成 新增該條文第3第4項 將專科護理師及專科護理師訓練期間的護理師們 得於醫師的指示下執行醫療業務 該業務範疇由衛生福利部來明定之 在現今醫師人力不足的時空環境下 而且有納入勞計劃的壓力下 此次修法的通過 不但確保全台4000多位已經領有專科護理師的同仁們 以及在培訓中的護理師 在日常的照護中 免於因為職業患愁不明而觸犯秘醫罪的風險 更積極的意義是確立專科護理師在照護團隊中的角色跟定位 同時也讓全國百姓在接受醫療照護的品質能更有保障 今天法案的通過 解決長久以來 兢兢業業辛苦付出的專科護理師們 心裡很深層的憂慮 也讓臨床職業合作的醫師們 在照護工作上安排 有法可依行 直接減少臨床職業合作上的衝突 感謝各行政單位以及朝野立委 尤其是田秋勤委員等 對此案還有劉建國委員 對此法的修訂的支持跟努力 這劃時代的一刻 我們共同創造了以病人為中心的和諧職業環境 讓專科護理師職業法制化又向前邁開一大步 感謝各位 謝謝